BMI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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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們要上課的內容 是身體質量指數 也就是BMI 老師 要怎麼知道 自己是不是太胖啊 阿貴的問題很好喔 我們可以透過計算 BMI 也就是 身體的質量指數來得值 把你的體重 除以你身高的平方 就可以計算出你的 BMI值 這樣子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體重 是不是在正常的範圍喔 小巴 你看我BMI 看起來很正常啊 怎麼了嗎 我還想要再更瘦 妮妮 我覺得你已經夠瘦了 我還覺得你應該要再胖一點 有 阿貴 你怎麼臉色那麼難看 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阿貴 怎麼了 怎麼看起來不太開心的樣子啊 老師 我好悶喔 我最近在減肥 但是減肥的路上發生一大堆好煩的事啊 要不要說出來跟老師分享一下啊 就是我計劃少吃多動 想要一星期刷我兩公斤 我每次看到點心啊 我都會告訴自己不能吃 然後心裡就會多出另外一個聲音告訴我說 吃一點沒關係啦 然後我就忍不住吃了一口 發現覺得好好吃 然後我就吃了一口都不剩了 像運動也是啊 心裡又會有另外一個聲音告訴我說 一天沒運動沒關係啦 所以我就沒動啊 這樣反而更胖了 減肥的過程本來就充滿了各種挑戰 那如何健康愉快的減肥呢 老師其實可以給你幾個建議喔 你剛剛說你一個禮拜要減兩公斤 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喔 減肥呢應該要慢慢來 一個禮拜以0.5公斤為上限喔 那我們從飲食來說好了 你可以參考國民健康署的我的餐盤 那只要你三餐定食定量 攝取足夠的營養素 這樣你就不會有想吃其他零食的慾望了 對你的減肥更有幫助喔 唉可是我那麼努力減肥 體重都沒有下降 減肥是需要持之以恆的喔 最重要的是你要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我來告訴你一個健康密碼 85110 85110 健康密碼就是85110 8.睡滿8小時 晚上9點前上床睡覺 睡滿8小時有助於增加學習記憶力 5.天天五酥果 三酥二果能補充維生素 幫助消化系統讓腸道順暢 1.四便少於1 每天看電視 玩電動打電腦 用電話的時間少於1小時 用眼30分鐘 休息10分鐘 1.天天運動30分 天天運動30分鐘 快樂長高便聰明 0.0.0寒糖飲料 每天喝足1500CC 也就是6杯馬克杯的白開水 那我們一起守護自己的健康 OK 5.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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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